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看到无印良品破产 我才理解了朋友圈里 那个讨人厌的伪奋斗者 最近几天发生了一件 令我难以置信的事 日本的知名品牌无印良品 其美国子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了 过去的三年里 他们在美国一直是亏损状态 已经负债6400万美元了 本身租金就较高 销售大幅缩水 再加上今年受疫情影响 无印良品已经无力负担了 要知道这可是日本的零售巨头呀 连这么大的品牌都扛不住了 其他小公司的处境可见一斑 你发现了吗 身边原本司空见惯的许多品牌 渐渐跌落到了我们的视线之外了 昔日的鞋业巨头贵人鸟公司 负债42亿宣布停牌 内衣之王维多利亚的秘密 宣布英国分布破产 有中国版Zara之称的拉夏贝尔 每天关店13家 三年市值蒸发百亿 在这个变化日新月异 迅速迭代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 红桃皇后的一句话 你必须不停地奔跑 才能留在原地 那些破产的巨头 很多并不是因为做错了某件事 而是因为时代 不再需要它们了 大润发被马云收购了 创始人曾含泪说了一句 我们赢了所有对手 却输给了时代 真实世界就是如此残酷 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所谓的稳定 早已不复存在了 前段时间 一篇社畜爽文 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 获得了27万点赞 博主推拿雄说 作为打工仔 上班摸鱼 下班准时跑路 才是值得称赞的 在职场努力的那类人 是最令人讨厌的奋斗逼 连累同事跟着倒霉 认真上班领工资 叫换取劳动报酬 摸鱼划水 才是从老板那儿赚到钱 最后号召所有打工仔 团结起来一起划水 以划会友 打破枷锁 享受下班后的 轻松时间 不光如此 还分享了许多 上班摸鱼的小秘诀 保温杯里泡枸杞 胖大海或是威士忌 上班满50分钟就去打水 在茶水间里做单人运动 打拳平板支撑 拨笔跳各来一套 消耗15分钟再继续上班 每天带薪拉屎 10分钟 一周六天班可以拉出一小时 一年相当于拉出两天假呢 看完爽吗 爽 作为贫穷社出的议员 我也想拍手叫好 激情转发 但放在现实职场里 行得通吗 不见得 你想躺着把工资挣了 满打满算 占公司便宜的样子 你以为老板 不会看在眼里吗 你做的工作质量 随便哪个刚毕业的实习生 都能做得比你认真 比你好 那老板为什么不选择 留下奋斗逼 而选择留下你呢 上班浑浑噩噩的消磨时间 下班沉浸在短期快感的娱乐中 无法自拔 到底是在敷衍公司 还是敷衍你自己呢 我其实挺讨厌奋斗逼这个词 每个人的朋友圈里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扎眼的奋斗逼 他们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打卡 晚上最后一个走 把996加班当成福报 他们天天在朋友圈里 转发分享 励志正能量的文章 总是像打了鸡血般 斗志满满 他们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 不肯让自己闲下来 总是给自己 找多余的工作来做 他们拼命往上爬的样子 一点也不优雅 非常笨拙 有点可悲 甚至因为拉高了老板的期待值 而受到同事的讨厌 排挤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人用力讨生活的模样 可以被当作 该受人嘲讽的笑柄呢 了不起的盖茨笔中有一句话 每当你想批评 其他人的时候 记住 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你拥有的那些条件 不是谁都有资格活得轻盈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并不是谁都能承受失业的风险的 像无印良品这样的巨头 都有破产倒闭的一天 更别提那些出身贫困 只能靠一己之力 努力生存下来的 奋斗逼了 奋斗逼也许还有出头的一天 而那些摸鱼成瘾的办公室老油条 只能面临着被优化 被淘汰的结局 前几年认识了一个 长得特别乖乖女的姐姐 有次喝酒喝多了 就在那儿掉眼泪 她说自己毕业之后 在家人的安排下 进入了一家国企 做的是很清闲的行政工作 刚进去头几年 国企的福利 让她特别满足 职工食堂都是不限量的自助 海鲜肉类一应俱全 下午提供酸奶水果小蛋糕 节假日还能领超市购物卡 电影票等等补贴 上下班都不用打卡 干完手里的活就能刷手机 做自己的事 想请假只要打声招呼 就可以走了 这样的日子让她很舒适 不需要学习更多技能 不需要跟别人竞争 轻轻松松地就能领到工资了 然而 好景不长 那位姐姐所在的行业 这几年形势一落千丈 而原本和家人有关系的那位领导 也因被调职 无法再关照她了 她只能看着自己 工资条上的数字不断缩水 她最后甚至跌到了 撑不起房租和日常开销的程度了 想辞职去挑战一下其他行业 却发现世界早已变了 她的技能 已经有大把的人和机器 可以替代了 一直沉迷于舒适区的她 窝居在自己构筑的一方天地里 以为可以换得安稳 却沦落到要靠父母接机的结局 这个人才下沉的时代 早就不是当初那个 企业会为员工终生买单的时代了 有个词叫内卷化 指的是 当你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 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 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 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 自我懈怠 自我消耗的事情 固步自封 不努力地提升自己 魔力技能 探索新领域的人 只能被动挨打 让自己的人生 越走越窄 北京女子图鉴里有一番话说 在北京 你绝不会只因为一分努力 就能在国贸随便刷卡 也不可能因为两分努力 就能体面生活在三环里 你只有拿出十二分的努力 才有机会在这里 哭上理想生活 两条建议 送给想在这个顺息万变的时代里 站稳脚跟 不断成长的你 一 从打工者思维 转变至老板思维 打工者思维 就是总抱着 为别人做事的心态 觉得自己的时间 就是卖出去的 拿多少钱 出多少利 然而 正如经济学家 薛兆峰所说的 实际上 每一个人 每一个时候 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 不要总想着 摸鱼滑水 应付了事 到时候只会敷衍了自己 毁掉的是自己的人生 那些拥有老板思维的人 懂得在每一份工作中 积累经验 获得成长 然后 利用公司的平台 建立起个人品牌 和个人资源 做到离开公司 也能独立生长 当你用 为自己打工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的时候 就不会把目光 局限于眼前的短期利益 而是能放眼更长远 更广阔的舞台 二 学会多维竞争 李孝来投资比特币 大获成功 他总结的经验 就是自己的 多维竞争策略 他懂一点互联网 懂一点编程 懂一点英语 懂一点金融 懂一点心理学 组合起来 就帮他抓住了 比特币的机会 只要你能够组合自己的 多项技能优势 就可能成为 复合领域的 顶尖高手 要想不被别人 轻易取代 除了主业之外 业余时间 还要涉略多个领域 培养自己的 多维竞争优势 人生有丰年就有荒年 丰年的时候 别瞧不起那些 咬碎牙努力的奋斗逼 荒年的时候 静下心来 沉淀自己 无论在多么严峻的 就业情况下 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都不是一件 丢人的事情 共勉